接著我們來看美國之籃NBA的戰況 孫安東尼奧馬次隊 他們最近是陷入了大低潮 今天來踢館輝狼 雖然怪物狀元Wamboyama 他是成為了本季第一位 累積50顆火鍋 20次超級的球員 但是馬次還是疏求了 吞下苦情的15連敗 馬次擁有全聯盟最有人氣 被稱為怪物狀元的Vector Wamboyama 原本以為徵轉之路 能夠就此起飛 卻像是被詛咒了一樣 完成沒有贏球的機會 台灣時間七號 他們到客場挑戰輝狼 至少上半場看起來前途 實現光明 Tamon Johnson剛剛好的運氣 幫助馬次兩接打完領先積分 不過到了下半場 勝存的手感冷冰冰 Wamboyama同樣也是上籃放不進 想要傳球給隊友 也直接傳到了場外去 那就別怪灰狼不客氣囉 灰狼趁著馬次大當機 趕緊趁勝追擊 後面兩接轟盡了56分 反觀勝存這一邊 中原狼Wamboyama 選這支球比賽成為本季第一位 50個火鍋25次超級的球員 但整體表現可以再加加油 全場13頭只有4中 攻下12分外加10籃板 冷冰冰的馬次最終以94比102 迎接最無言的結局 虎吞15禮拜 歡迎新聞零出雷霍吧